大家好,欢迎又回到频道 今天继续 PS Vita 上次跟大家分享过 PKGJ 大家可以很简单地在 PS V 下载游戏玩 但是有些网友发现 PS 1 或 PS P 游戏玩不到 都预计了,因为需要安装 Adrenaline 有 PS P 的模拟器系统在里面才能玩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如何安装 Adrenaline 如果你还未破解你的手机,欢迎看回我第一集 由头开始,很简单的 十多分钟就可以破解到 PS Vita 好,我们现在开始 好了,我们首先去 Vita Deploy 大家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即是未完成我之前的破解 就做了第一集 应该有这些东西了 我们之后去 App Downloader 我们今次主要是装 Adrenaline 好,下载完畅了 按下载完畅了 按下载完畅了 对了,应该现在有 Adrenaline 了 那我们先打开 Adrenaline 了 现在很简单的,直接在这里就说 帮你下载了这个 PS P 6.61 的 firmware 那我们先按下载完畅了 以前的话呢,是要自己 Manually 下载 再放入你 将卡里 比较麻烦很多的 现在真的一次过弄完 真是很简单 对了 同样啦,这些画面尽量都不要让它睡觉了 视乎你的 Internet 速度 但也不应该很久 对了 几分钟搞定 OK,搞定它会弹出来的 那我们需要再按进去多一次 而刚才下载,就未安装的 现在就安装了 我们按交叉 继续安装 对了 一直拌下去 直至你见到这个 叫你按交叉的话 那就完成了 我们按交叉 它还要重新reboot 对了 是不是一个很熟悉的画面呢 就是 PSP 的画面 OK,那就做一些基本 setting 按照自己 如果香港就按香港 自己设定一些东西 OK 那这样呢 就完成了 安装了这个 PSP 这个阿张奥零 至于玩游戏 就和 PSP 一样 一会儿我回到电脑里 告诉大家 怎么办 基本操作 如果你想离开这里 可以按 Double Tap 这个 PS 键 这样就可以拉走 就出回到 PS Vita 的画面 主画面 可以在任何玩游戏 在任何玩游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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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会来到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 就是 PSV 里面 可以控制 PSP 的 settings 有这些 Wi-Fi 等等的东西 Bluetooth 等等 这里按 setting 这里最主要 我想说 第二样 可以随时随地 就是Save 和Low 游戏 这个是挺方便的 亦都可以在这里 Standby 的相机 就是Sleep 了 做其他 settings 例如 可能这里可以用 PS3 或PS4 的手席 等等的东西 这里还可以做 Controller 的 settings 一会儿我在游戏里面 我再试试给大家看 OK 还有一样 这里如果按 select 就会进入 PSP 的 plug-in 等等的 就在这里了 如果有玩开 PSP 破解的朋友 应该会挺了解 这些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们先出到外面 我们回到 PKG J 里面 下载一些 PSP 和 PS1 的游戏 测试一下 好了 下载完了 先看看 它在 default 它在 default 就不会在 PS Vita 的桌面上显示出来 那我们也要这样 Ajentraline 这款游戏就在 PSP 里面 memory stick 那这款游戏就在这里了 直接可以开来玩的 摄滑 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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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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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放在 PSP, Emu 櫃裡面 同樣,如果你是 PSP, ISO 的遊戲就放在這裡 如果你是 PS1 那些 有一個 eboot.pbp 的遊戲就放在 Game 這裡 按照 Game ID 的櫃就放在家裡 基本上就是這樣 過於 PSP 和 PS1 遊戲就這麼簡單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請大家留言給我一個 Like 還沒按訂閱,按訂閱,再按按鈴鐺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少量咖啡的話,歡迎透過支付我或者 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 Patreon 會員頻道 詳細資料,下面的 description 裡面有 好,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